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你的全能博士大策沛 最近發現大家流行的話題 就是關於我們的基本保濕 除了一般的化妝水以外呢 現在市面上有越來越多的高機能化妝水 你是不是也開始疑惑 那我是不是可以將高機能的化妝水 也能取代基本的保濕程序呢 其實高機能的精華水呢 它的定義就是 它比一般的化妝水來具有更強大的功效性喔 對於保濕也可以做得更好 對於鎮靜修護也會做得更好 所以一般來說呢 高機能的精華水就可以拿來做 曬前後的鎮定啊 術後的濕膚啊 或者是妝前你要先保濕 這基本的功用效果都會比一般的化妝水還要來得好 其實大家一般聽到的化妝水基本的功能就是 再次的清潔 那為什麼之前會有化妝水這個產品呢 就是因為以前清潔用品大多是很寒燥的清潔用品喔 所以其實在台灣這種硬水的環境裡面 臉上其實會殘留一些造垢喔 那化妝水其實就會是一種弱酸性的產品 它會幫你的肌膚做再次的代謝 把那些造垢還有殘妝都會清除 那高機能的化妝水呢 它有更多的功效性喔 高機能的化妝水 你取代化妝水一定是沒有問題的喔 而且會讓你的保養的程序效果會更好 因為它可以幫助你的皮膚做更完善的保水的動作 也可以做更好的修護的動作 讓你後續的保養呢其實會做得更好 其實保濕做到位喔很重要的一點是 你要確保你的角質是很健康的狀態 很多人會覺得說欸我擦了很多保濕用品 但是為什麼我的臉上就是沒有辦法很澎亮 或者是保水度很好 其實就要看你的角質有沒有照顧得很健康 你的角質照顧得很健康呢 其實是天然的屏障可以幫你把水分很好的鎖入在皮膚裡面 所以角質照顧要是做得好的話呢 你的保水度呢當然自然就會提升 那當然呢你選擇保濕產品也需要適合自己的保濕產品 像是你是油性肌膚的話就選擇無油的保濕產品 才不會呢保濕可能還沒做到 你的痘痘就會長爆滿 那如果你是乾性或是敏感性呢 就會需要在做好保濕以後呢 可能又要用油風水保濕的程序 去幫自己把水分保濕在皮膚裡面 所以對於保濕最重要的 一定要先確保自己的皮膚已經飽滿了水 如果你的皮膚就是乾巴巴 你再怎麼擦鎖水也沒有用 因為你本身皮膚就是沒有水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保濕之前 一定要確保把自己的皮膚灌飽了水 保水以後再上鎖水的成分 這樣子你的保濕才會真正做到家喔 看完以上內容 你是不是對精華水有更多的認識呢 不妨自己也好好選擇一瓶精華水 升級自己的保養配方 如果想要收看更多保養資訊 請歡迎鎖定looking